利未記第十六章 阿倫的兩個兒子近到耶和華面前死了 死了之後,耶和華曉語摩西說 要告訴你哥哥阿倫 不可隨時進聖所的萬子內 到貴上的詩恩座前 免得他死亡 因為我要從魂中顯現在詩恩座上 阿倫進聖所 要帶一隻公牛獨為贖罪制 一隻公綿羊為凡制 要穿上細麻布聖內袍 把細麻布父子穿在身上 要束細麻布帶子 頭帶細麻布官簾 這都是聖服 他要用水洗身 然後穿帶 要從以色列匯眾取兩隻公山羊為贖罪制 一隻公綿羊為凡制 阿倫要把贖罪制的公牛奉上 為自己和本家贖罪 也要把兩隻公山羊安置在匯幕門口 耶和華面前 為那兩隻羊黏溝 一溝歸於耶和華 一溝歸於阿薩赫辣 阿倫要把那溝溝歸於耶和華的羊 牽為贖罪制 但那溝溝歸於阿薩赫辣的羊 要活著安置在耶和華面前 用以贖罪 打法人送到曠野去 歸於阿薩赫辣 阿倫要把贖罪制的公牛牽來宰了 為自己和本家贖罪 那香爐 從耶和華面前的壇上盛滿火炭 又那一捧倒細的香料 都帶入萬子內 在耶和華面前 把香放在火上 使香的煙雲遮掩髮柜上的絲因座 免得他死亡 也要取舍公牛的血 用紙頭彈在詩恩座的東面 又在詩恩座的前面彈血七次 隨後他要宰那為百姓作屬罪制的公山羊 把羊的血帶入萬子內 彈在詩恩座的上面和前面 好像彈公牛的血一樣 他因以色列人諸般的污慰、過範 就是他們一切的罪牽 當這樣在聖所行贖罪之禮 並因匯莫在他們污慰之中 也要照樣而行 他盡聖所贖罪的時候 匯莫裡不可有人 直等到他為自己和本家 並以色列傳匯眾贖了罪出來 他出來要到耶和華面前的彈那裡 在彈上行贖罪之禮 又要取捨公牛的血或公山羊的血 沒在彈上四角的周圍 也要用紙頭把血彈在彈上七次 結淨了彈 從彈上除掉以色列人諸般的污慰 此彈成聖 阿倫為聖所和匯莫並彈獻原了贖罪祭 就要把那隻活著的公山羊奉上 兩手按在羊頭上 承認以色列人諸般的罪業 過範 就是他們一切的罪牽 把這罪都歸在羊的頭上 藉著所派之人的手 送到曠野去 要把這樣放在曠野 這樣要擔當他們一切的罪業 帶到無人之地 阿倫要盡匯莫 把他盡聖所時所穿的細麻布衣服脫下 放在那裡 又要在聖處用水洗身 穿上衣服出來 把自己的凡祭和百姓的凡祭獻上 為自己和百姓贖罪 贖罪制生的自由 要在譚上焚燒 那放羊歸與阿薩射勒的人 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然後進營 作贖罪制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 既帶入聖所贖罪 這牛羊就要搬到營外 將皮、肉、糞、用火焚燒 焚燒的人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然後進營 每逢七月初十日 你們要克服己心 無論是本地人 是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人 什麼功都不可做 這要作你們永遠的定例 恩在這日要為你們贖罪 使你們結淨 你們要在耶和華面前得以結淨 脫盡一切的罪欠 這日你們要守為聖安息日 要克服己心 這為永遠的定例 那受告接逐他父親 承接聖職的祭司 要穿上世麻布的聖衣 行贖罪之禮 他要在智聖所和會莫語 彈行贖罪之禮 並要為眾祭司和會眾的百姓贖罪 這要作你們永遠的定例 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 要一年一次為他們贖罪 於是阿倫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行了